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讲话 对于在香港近好落实一国两制提出四点意见 第一,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 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 都是对底线的触碰 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与此同时 在一国的基础上 两制的关系 应该也完全可以做到和谐相处 相互促进 第二,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在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限制秩序时 要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利 和特别行政区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起来 要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要加强香港社会 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宣传 第三,聚焦发展 香港背靠祖国 面向世界 有着许多有力发展条件 和独特竞争优势 特别是这些年 国家的持续快速发展 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不节动力 广阔空间 香港俗语讲 苏州过后 大家一定要珍惜机遇 抓住机遇 把主要精力 集中到搞建设 没有发展上 第四 维护和系稳定的社会环境 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 对一些具体问题 存在不同意见 甚至重大分歧 并不奇怪 但如果陷入 泛政治化的漩涡 人为制造对立 对抗 那就不仅于事无补 而且会严重阻碍 经济社会发展 只有凡事都招演大局 理性沟通 凝聚共识 才能逐步解决问题 从中央来说 只要爱国爱港 诚心诚意拥护一国两制 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不论持什么政见和主张 我们都愿意与之沟通 习近平说 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 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支持香港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中央有关部门会研究推出 便利香港人在内地学习 就业 生活的具体措施 为港人到内地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在家中央政府从中央政府 復养地位置 内地认证问